在遇难者家属施压下,加拿大国防部的皇家海军以及皇家骑警一直努力在利物浦东岸约120公里的大西洋上搜索遇传爱丽小姐号的船身以及调查意外起因。 终于在今天早上10点钟左右,在离岸100公里处将其发现。当时,船身上下翻倒但十分完整。 遇难者的家属表示,潜水员正在发现船身的附近海域进行搜寻,希望有奇迹出现。 也希望搜寻行动会一直进行,直至找到遇难者的尸体为止。 为了捕捞大笔木鱼,13公尺长的渔船爱丽小姐号上周前往远海,随后在利物浦东南约120公里处的大浪中失踪。 船上5名青年至今仍被巡回。